花蓮著名景點七星潭被民眾發現充滿鵝卵石的海岸線 怎麼會只剩下沙石的海灘呢 海巡署表示最近東北季風強勁 部分鵝卵石會被海浪給沖走 但記者實際前往現場卻發現 有民眾準備要把鵝卵石撿回家當紀念品 所以海巡署也特別提醒遊客 七星潭的鵝卵石屬於國家資產 隨意撿石可依切到罪送半 還原的鵝卵石按照大小一塊接一塊堆疊起來 民眾來到花蓮七星潭 少不了要跟風一下 疊出小小的石頭塔拍照打卡 不過最近七星潭遍地鵝卵石的風景似乎變了掉 砂多石頭變少了 很久之前來就是全部都是石頭 石頭都到哪去了 有民眾懷疑被遊客撿回家去 實地現場之際 還真的看到有民眾正在撿石鵝卵石 要帶回家留念 七星潭有禁止撿石頭 我不知道咧 那我們就不要撿了 外地客他們來到這邊會看到很多鵝卵石 會覺得很漂亮 然後就想要把他帶走 其實花蓮七星潭的鵝卵石 有法律明定屬於國家資產 不能撿石帶走 違者除了可依違反發展觀光條例 除以最高一百萬元的罰還 旅券不聽者也會依竊到罪嫌 移送法辦 不過石頭會越來越少 除了人為因素 還少不了海浪衝刷 雖然海浪多少會把鵝卵石帶離岸邊 不過遊客私下減石的亂象 也是不爭的事實 相關單位也呼籲民眾 來七星潭遊玩 切勿任意帶走石頭 共同維護這片美景 記者陳敬業花蓮報導